这儿怎么样 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总可以了吧 吕正 起步 走 一者厚德 姓林胜手 没事吧 左耀你 小小 你们来了 医院正式聘您回妇产科当顾问 听说 您看 台子给您做好吧 迷失我的眼 带我名略四季的变化 迷失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迷失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树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从今天开始 左老正式返币回我们医院 做专家顾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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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字啊 人心人数 保刀不老 保刀未老 好 保刀未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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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我是华南医院妇产科的代表 华南医院妇产科的代表 欢迎您来指导工作 董主任吧 我不是来指导工作的 我是来随便参观一下的 希望不要打扰到你们的工作 您是我们医院的贵宾 陪好您就是我们的工作 是啊 没有瑞丰集团的支持 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工作呀 你们的工作不是陪客人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客人 主任 我这儿还有他手术 不好意思啊 这失陪了 左医生吧 有事吗 你们医院这么多医生 这个手术不见得非要左医生做吧 按理说呢 每一个医生 都要跟进自己固定的患者 你是主任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安排好 左医生 麻烦你受累 带我随便参观一下你们医院吧 不好意思啊 带你参观是我的荣幸 但不是我的工作 我那儿还有个病人等着我呢 失陪了 左佑 等一下 我来安排 我让左佑陪着你好不好 不是 主任 我那儿还有病人等着我呢 我来安排 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位前医生啊 对啊 他在门诊正在值班 你需要他过来吗 哦 那就算了 左医生 那就只有麻烦你带我随便参观一下了 好了 我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你们去忙吧 也好 针对你这个重要的客人哪 院长也特别指示 要隆重对待 马医生 好好陪着梅小姐 以免院长责怪下来 说我怠慢了客人 是是 主任您放心吧 我一定做好向导 充分展现我们妇产科的面貌和水准 你客人 左右 你就委屈一下吧 好吧 一定要配合客人 多注意一点 走了 坐了 好 施工 您坐着 你叫我什么 施工啊 我是左右老师带的实习生 当然叫你施工 左右都有资格带实习生了 当然有 很多实习医生都让他带的 是啊 他带实习生应该是有资格了 不过你跟着他学习啊 千万不要学他身上的丑毛病啊 没有 左医生啊 是个好老师 成熟稳重 医术又高 还特爱钻研 我跟他呀学到很多东西 好好好 好 好 老师 您怎么一个人来他们人呢 我来的就是跟您说一下 要不您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 他们直接去诊室参观去了 可能还会回来 到时候我再叫您 行吗 他们去参观你怎么不去啊 他们点名让左右为同 他们一共几个人 就那个老总的儿儿媳妇 梅玉竹 还有她的助理 他们认识左右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看样子左右好像不认识 左右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没有 你放心吧 人家就是到咱们医院参观一下 我让马医生跟着呢 有什么情况 他随时跟我联系的 好好好 我明白 那我先到办公室待一会儿 好 老师 您办公室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让他们给你送去 不由了 我呢只是平时做了个参谋 用不用得上还是有个事的 老师您可别这么说 很多事情上 我们还是需要您的呀 我都知道 你们怕我带在家里呀 闲得难受 给我按个名分 没事 你们忙吧 好 走了 好 师兄再见 全撤了吧 好 梅小姐 我们妇产科啊 这几年在专业上攻破了很多难题 科研上也有不小的成果 在业内创下了不小的名气 得到了院方的格外的重视 和社会舆论的保奖和民众的赞扬 堪成实在的交交者 这些都离不开瑞丰集团 抢牛里的资金支持 老胡已经表示过感谢了 我来这儿不是来听你们汇报工作的 那您是 我想让你们帮我一个忙 回忆了 还没有 那什么事啊 我像我们妇产科 只能帮你这些事啊 我想取点东西 什么东西 多子丸 可罗米粉 真机会 好 可以啊 你呢先去做个全面的检查 测一下排卵的情况 看你是否真的需要 而且我们医院呢 有我们医院的规定 如果你的需要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我很难帮到你 我就没有必要做检查了吧 我们得按流程开药 你给我开药 我拿到药 这就是你们医院的正规流程 梅超姐 你为什么非得要克罗米粉呢 你知道这种药是开给什么人开的吗 那些不孕不育的 因为我想怀双胞胎 不是 梅小姐你听我说啊 这个双胞胎啊可遇不可求 药物是非正常手的 就算你怀上双胞胎 早产流产的几率非常高 这你就不用管了 马上给我开药吧 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开这个药 我在最后说一遍 马上给我开克罗米粉 我也最后说一遍 我不能给你开这种药 别 别 别 那么严肃啊 这个药也没那么严格 好商量 好商量 不关你的事 左右 左医生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你在手术室用的手术刀 你在办公室做的椅子 用的桌子 还有你身上这套衣服 都是我们家捐的钱买的 所以我来自己家取东西 不过分吧 所以啊我就更不能给你开药了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 还得继续资助我们医院 招负人类呢 是吧 我跟胡院长和你们医院高层 随便说一句话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知道 我还希望你替我美言起句呢 总不能说我这个人违背义德 违反规定 不让给别人看药吧 左右 我知道你是谁 我也知道你父亲是谁 我知道董思贤是谁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在妇产科屈居人下 你不觉得不合理吗 没错 我还是挺年轻的 怎么也得踏踏实实地工作 对吧 你别说我还真的挺怕 我投机取巧 最后两个小医生都当不了 你的话我全听明白了 今天参观到此结束 怎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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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小姐 梅小姐 请留步 停 参观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我们不能怠慢了客人 总得让客人满意地再回去 梅小姐 其实克伦美芬这种药并不难弄 如果你想更保险的话 还可以注射一些 醋性腺激素针剂 你就不怕坏了医院的规矩 医院的最高规则就是治病救人吗 包括走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医生跟病人开药 就是正规途径 我可不是什么病人 可我是医生 马月 左右呢还太年轻 很多事都不懂变通 你别太在意 对集团不在意的人 我从来都不在意 您走好 好 再见 走好 再见 梅小姐 实际我的秘密 各位老婆 今天晚上炒两个好菜 别问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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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不是陪客人参观吗 客人呢 走了 他不走 我就得走了 又有什么事了 在您眼皮的底下 我哪敢惹事啊 那怎么说话还不共戴天啊 有钱人都以为自己了不起 真把医院当成他们家开了 不是 但是爸 这回我可是让张诚办事 他们在哪儿狂我都不管 在咱们医院想都别想 好 你把握好自己就行了 这帮有钱人有钱有势的 只要背地里不整问我就谢天谢地 你按规矩办事还怕什么呀 我想想也是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啊 那个拒绝别人要讲究放手 就是拒绝了别人 让别人感觉到你绝情有大力 行了吧 您回头再教育我吧 您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 行行行行 走吧 好 慢点儿子 自己注意啊 哎 坐下 自己在这儿 客人呢 走了 那他们参观的还满意吗 满意啊 特别满意 都把医院当成他们家了 去哪儿是不是 是呀 compliments 云 得 怎么办 不如你 疯狂 是呀 是呀 这 还是呀 我 我说这板凳怎么哭了呀 他是不是饿了 你 你别杵着 你看看他 一会儿别带着别的孩子 一块儿哭了 就是呀 向外屏 你也不管管你孩子 哭哭哭 乖 乖 妈妈 你没事吧 向外屏 她没事吧 哭到现在了 她妈妈都没管过她 我 我 没关系的 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 身体和心理都非常脆弱 你就休息休息 你家人呢 她家人呢 就没见过她家人 从来都没来过 就是啊 宝贵 乖乖 是不是饿了 她上次什么粥也拿呀 哎呀 我记得好像都是早上六点了吧 我只得四个小时了 我都没做到 我还没做到 我去看她 我还没做到 要不做到 我还没有做到 你本事 但是我还没做到 我还没做到 好可爱 好可爱 好 三姐 把那个伤害评的病例给我看一下 好 好 可以了 谢谢 没事 曼医生 那个向外瓶是你的病人吧 他得了产护忧郁症你都不知道吗 他得产护忧郁呢 你是他的主治医生 你也知道我是主治医师啊 你这样不能不负责任 你看你给他开完地基办就不管了吗 钱医生 我从一二多年了 我主治的产护 比你见过的产护都多 曼医生你是不是有事啊 你一向不这样的 我一向这样 只是平时没人管我的闲事 这怎么叫闲事呢 那产妇一直在哭呢 你真不打算管了吗 你不管我管了 行你管你管你管吧 出了事你负责啊 好 左老回来了 课里怎么样 左老是业内专家 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 毕竟是我的老师嘛 那也不能大事小事 什么事都去麻烦左老 我会掌握好这个份寸的 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怎么了 怎么了 信心不足 是不是觉得上有左老 下有左右他们 院长 有您的支持 我会处理好的 不要有什么顾虑 只要把工作做好了 自信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你要向我证明我没有看错人 我明白 怎么了 谁说你生气了 告诉我 我帮你报仇去 也没什么 是马医生 他以前也没犯过这样的错误 他的患者得了产后忧郁 不闻不问的 我提醒他 他还跟我生气 是吗 不能吧 马医生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你呀 大度一点 咱别跟那一般见识 他什么人 是不是 可能 他家里有事呢 最近 个问题是他压根就不想管 那病人怎么办呀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管啊 可能人家想管 让你这么一说 人家反倒觉得爱面子不敢管了 我们是医生 那也不应该拿病人来赌气吧 他不管我管 别多想了 你说这个事你要真管了 病人好了 那也不一定令你情 如果病人不好了呢 你还贪责任 那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我不管 不管就对 你不管是 不管还是不管呢 不管呢 小宝宝 长得真白 真可爱 告诉叔叔 叫什么名字 乖 好好好 趁小孩不闹的时候啊 对你来说多宝贵啊 快点趁机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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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姐 马医生来过吗 没有啊 这个药盒怎么都在患者手里 药呢 这药应该也在患者手里吧 这个是马医生直接开给向爱萍的 这种处方药应该在你们手里 按照医嘱的吩咐 才给患者吃的 我也不知道 小海平和的孩子都不见了 我只看到医药瓶 坏了 产后有医症有自杀倾向 应该跑不远 大家分处找吧 好 随医生 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接着跑 走 左医生 夏艾萍在这儿呢 走 老师 怎么样 没事 一人刚起过胃 放心吧 就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呢 自己都痛快了 扔下孩子怎么办呢 白医生是我直言 蒂西盼这种药 你怎么能直接交到病人手里呢 我怎么看药自然有我的道理 你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那不然的话按正常 你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我既然看药 我就能控制住 我告诉你什么叫错误 你跟钱晓晓非要参与进来 这就是错误 你没管之前一天都很正常啊 现在你们管了 结果出事了 我们呢也是为了病人着想 没想干涉到你的工作 我说好先说一句呢 也是为了提醒你 行了吧 你们俩还是先管好你们自己吧 麦医生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产妇情绪很不稳定 你又不管 现在出事了 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 我的病人我自己负责 别人要给我添乱 我可负不了这个责 产妇严重失眠本身就应该引起重视 如果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 适当进行心理疏导 及时跟家属沟通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给他开药快一个星期了 也没有事啊 怎么你一来就出事了 这什么不说了啊 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不提了 好吧 行了 不过你们俩啊 以后就别管别人的闲事了好吗 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啊 他心里想什么不重要 最关键是你千万别生气 换衣服去看看患者 一百七 走 没事吧 你是他家属吧 产妇要多照顾 让他静心的安养 配药吧 是你给他开的药吧 你怎么当的医生啊 我给他开药是为了救死扶伤 你这账户是怎么当的呀 产妇生完孩子扔到病房就不管了 我老婆吃了你开的药 都被送去洗胃了 你这是治病救人啊 你来是跟我吵架 还为了照顾你老婆的休息 你老婆是厂户失眠抑郁 我给她开地心盘 是为了保证她的睡眠 你懂吗 我跟你说啊 我老婆要有什么事跟你没完 产妇跟小孩都没问题 不过需要多照顾 别再把她扔到医院不管了 我活得也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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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每个回头 你也不决定 我活得也不决定 我活得也不决定 你不决定 这件事呢 我不会跟董思仙说的 你告诉他也无所谓呀 反正病人又不是 在我手上出的问题 我确实有点不对劲 他现在不正常 等到正常的时候 自然就想得那么难过 老婆 你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我是怕你担心 所以没告诉你 那天你生孩子 我爸召集来医院看你 摔了一跤 腿骨折了 我妈的身体你也知道 我就只有在家里面照顾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跟你实话实说呢 都怪我 不过现在好了 我回来了 你安心养好身体就行 剩下的都交给我了 我学两招 怎么 你还盼着我都产后幼玉啊 你生孩子可是大事 我要让所有赴产客的人 都围着你转 然后你躲开 我围着孩子转 没羞没丧 医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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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请问您是左医生吗 我就是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我听护士长说 是您救了我爱人 客气了 你呀 多出点时间陪陪你老婆 她休息好了 心情自然就舒畅 左医生 您能当我爱人的主治医生吗 我担心 别说了 其实啊 马医生为您老婆的事情 没少费心 她对患者呢 一向尽职尽责 可是除了这事 我实在是不放心 你爱人情况比较特殊 这个时候呢 其实最需要的就是 你多陪一陪她 马医生都比我们专业 你就相信她吧 没事 还有我们的护士忍 帮忙照顾呢 你放心 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照顾她的 好 放心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向爱萍的丈夫都找到我这儿来了 你从医这么多年 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产妇因为吃药去洗胃 传出去对我们医院产生多不利的影响啊 主任 我开药的时候都嘱咐好了 我医嘱上写得清清楚楚 不信你去查 她的情况我一直在观察控制 观察控制 控制到去洗胃了 是左右跟前晓晓 他们跑去病房去问东问西 不知道说些什么 她引发的大量服药呢 要不是我给她老公打电话 现在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呢 左右跟晓晓 那他们人呢 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 产妇的家属呢 我已经劝过去了 事情到我这儿就打住了 我不再追究了 但是你肯定有责任 以后注意点 行 主任 以后我的病人 我一定会自己管好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马医生吧 是我 是我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吧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我一定等啊 好 那先这样 再见 主任 那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 那天老左家见完面 什么结果啊 怎么没动静了 你想要什么结果呀 我想让你们俩分开 你能同意吗 你们老人家 不是那天聊得挺好的吗 聊得挺好的 我那是给你老师面子 这你都不明白 你还是不同意呀 我还没看清楚呢 我还没想好呢 我能同意吗 我不能就这么着 就把你给嫁出去 我不放心 你不会还要去医院蹲守吧 你 你就在这儿给我添堵吧 懒得跟你废话 做饭就好了 这以前我跟他带勾也没这么善哪 你老齐天的丢人的事情他难高兴啊 他一向都是跟恶势力斗争到底的 这回怎么先撤了 他能不撤吗 他也不撤 真就把你们给搅黄了 难道是他同意了 他早就同意了 他就是嘴硬 要他那面子 你怎么知道呢 我们俩都过了一辈子了 我能不找他 我告诉你听我的啊 每天啊 你把左右叫回家 陪你妈打个牌 让你妈有个台阶下 然后呢 再让他教育教育 他怎么做前家的女婿 这事不就急了吗 你们俩要给他做局啊 这呀 这是咱们前家的传统 传统 那我怎么没看见我姐夫有什么传统 我知道了 那会儿我姥姥给你做局了吧 去 不好意思 你到时候可得帮着我们啊 没问题 这方面啊 一般有经验 你看 你别别别 让我 陪你妈打麻将 你不乐意啊 不是 问题是 我要是输了 你妈会觉得我没头脑 我要是赢了咱老丈母娘呢 又得罪她了 那你到底说我是赢还是不赢 打麻将呢 就是个形式 你只要抓住本质 剩下的就自己把握了 你们两个 以后做好自己的工作 别人的事情 不要插手 结婚 职 面前都��라 我可能愿意 如果没有尝试 又在哪儿 ゴ product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 这个事都已经平息了 过去就算了 算了 董苏先生是你姐夫 现在又是领导 说咱们两句 给他撑撑面子是不是 没事 你说 过去 过去过去 不不不 都买好了 过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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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们俩了 来 阿姨 叔叔好 好 坐下 快坐 快坐 坐哪儿 坐吧 今天呢 是左右第一次 到我们家来打麻将 咱们快就陪好了啊 阿姨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个牌记太差 还得靠您多多教我两手 这个 牌记呢是次要的 牌品是重要的 人家不都说吗 麻将桌上挑女婿 我懂 牌品看人品 这你们三个在一起 不是纯属七个左右吗 起开起开 那可不行 你们两个是一家 我得不知道你们俩作弊才行 可是你不会大牌呀 这对家怎么作弊呀 快点下来看 来 给你们倒水 倒水啊 副责 妈 你是我上家啊 你可得喂着点我牌 这牌记可差着呢 那左右还是我上家呢 他能喂我吗 不不 阿姨 你放心 这我肯定会喂啊 肯定喂 喂 那我是你上家 你能喂我牌吗 你们这打牌怎么还在商量的呀 爸 干脆我替你得了 有你这么当闺女的吗 你不给我钱 你还让我下桌 行行 你玩吧 赢了 算你的 输了我套 这才是我闺女呢 打吧 行了 行了 赶紧开始吧 这左右是客人 来 你当庄稼 第一把 阿姨 叔叔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哎哎 这排 快打呀 哎 还不打什么了 切腰 红辣 哎 好看啊 清一色 啊 门前清 来来来来 把七条拿回来看 你点赞啊 我说说 哎呀 清一色门前清 哎 以后对我们家晓晓好点